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你在打電腦的時候 只要專注 這個跟個性有關係 酸痛跟個性一定有關係 你的腳趾頭會抓緊 肩膀會聳起來 這個叫 在西醫上 目前是沒有這個症狀 也沒有這個名稱 台灣目前沒有一些 診體師相關的指導 目前國外也 但是台灣沒有 台灣都沒有 我之前遇過兩年前 遇過一個女生24歲 她去轉完脖子之後 原本就只是痠痛而已 簡單的落枕 但是她到現在 她轉完當天就 不能動 大小腿變濕境 然後到現在還是做了 所以那個醫療局部分很多 歡迎收看健康離距離 李宗盛 你作為健康吃百里 當中我們要告訴大家 有一個你所不知道的健康危機 每分每秒都在發生 我們先來看看 我現在是怎麼樣 坐著對不對 坐著的時候就是一種姿勢 站著的時候也是一種姿勢 你或坐或或 睡覺也是一種姿勢 其實我們日常裡面 有好多種的姿勢 可是99.999.999的人 他們都遇到什麼叫做 姿勢不良 很少人是良的 就連專家自己 可能都是不良的 那錯誤的姿勢又怎麼樣呢 可能會有你想像不到的 超級嚴重的後果 健康的大危機 就藏在日常的姿勢裡 所以今天我們找來了 我們的黃金骨蚵三角 黃金三角組合 今天再度的現身江湖 要來跟大家來解惑了 同時呢 我們也要找到一位 這個跟骨頭非常非常的有緣分 因為骨頭比較不好的一位 媽媽藝人代表 來 歡迎我們的又欣 大家好 體態姿勢要正確 日才傷害不要來 大家很熟悉的骨科帥醫師 林中玉林醫師 哈囉 大家好 長期的姿勢不良 容易造成腰痠背痛 其實很多的阿公阿嬤 每天聚會的場所 就是我們的復健 有沒有 在復健的地方 所以我們也找來了 大家很熟悉的 復健醫師 李維 大家好 姿勢不良好痠痛 醫師教您跟骨刺 Say No 但是如果你真的姿勢不良 怎麼辦呢 很多人求疹求不到 就想要見他一面 我們的神醫傳說中江湖的國醫 御用的這種厲害選手御用的 阿芭斯 大家好 我是阿芭斯 阿芭斯 我腿有嚇死 身體如果要用 我幫你做好事 不過呢 為什麼我們要再找陳佑星呢 來 請問一下 你是怎樣 我跟你講 錄影到現在 我現在已經腰痠背痛了 我必須要穿那種束身衣 才有辦法挺起來 不然的話我都整個就是 手油了你知道嗎 而且我已經開始翹腳了 沒事 因為翹腳 其實真的錄影起來比較好看 對不對 不然這樣子的話 感覺起來腿就是比較短的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稍微翹一下 看起來腿就會比較長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 日常的NG知識大調查 你有沒有中了呢 有沒有講中你了 來 第一項是什麼呢 屈膝知識 背靠抱枕 來 演技天后 佑星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這個就是我呀 怎麼有點性感的感覺 我平常在家裡呢 就是這樣子 屈膝 然後後面就放著一個靠枕 然後就開始這樣子 它這樣就不行嗎 打妹嗎 其實我們其實如果看側面的話 就是我們正常人應該要有的 脊椎的樣子 它其實就像 有一些女生他們有在健身 你可以看到它應該是一個 正常是要一個S型的 它的腰應該是要往前的 但是因為如果你 經常的這樣子屈膝的姿勢 或者是你人攀坐在沙發上 你那個腰就沒有那個S型 它反而會往前面去前傾 就變成你看 如果側面看的話 它就是一個弧形對不對 它這個弧形是錯的 對 應該是要是 那你挺腰看看 就是腰這樣 這樣是正確嗎 這樣才是正確的 對 這樣應該是要有一個S型往上 對 不是一個就是 像這個O的形狀這樣子 往後拱起來的感覺 那長期這樣子彎彎的錯誤的姿勢會怎麼樣 這很容易會有一些腰痠背痛的問題 其實大部分在門診 腰痠背痛你去照一次光 大部分都會看到就是這種 就是它的脊椎已經變成就是反方向的姿勢 好 還有低頭看手機 好 手機來了 這個我最愛的動作 一定會有的 每個人都有低頭看手機的狀況 這個一定是凹出來 這樣會怎麼樣 低頭看手機的話 其實現在3C組其實非常多 不管是大家上班族 或者是大家平常沒事在家 就是滑滑手機刷刷短視頻 對 那容易會造成就是頸椎 跟我們剛剛一樣 這邊是凸凸的 我後面有一塊骨頭是凸出來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的方式 對 因為妳的脖子有一點 那個叫頸椎大包 頸椎大包就是因為長期頭突出來 或低頭 我們頸椎的壓力最大 就造成我們頸椎最大壓力 跑到頸椎六七節 所以造成我們骨頭 旁邊的韌帶軟組織一直正後 想要幫助我們分散 對 像阿胖是說的水牛肩 好於聽聽一點叫富貴包 富貴包 聽起來還不錯 因為有錢有閒 滑手機之後才會有富貴包 對 或者是烏龜井 有人說叫烏龜井 有人像烏龜一樣 統稱 都是統稱 但是外觀雖然看起來有問題 有些人覺得沒有關係 沒有不舒服 但是長期下來 可能五年 十年頸椎 就很容易長骨刺退化 現在手機 大家手機組用很多 我每一次頸椎也會長骨刺 對 頸椎會長骨刺 比例很高喔 只要有骨頭的地方都會長骨刺嗎 只要是關節有長活動的骨頭 大部分都容易會有一些骨刺的問題 喔 才兩個 我們都是兩個都很錯了 彎腰洗碗 彎腰洗碗是怎樣 流理台太低 流理台都是這樣子嗎 那我們是不是底下就是 沒有辦法往前踩 那我就會這樣彎腰洗碗 對 因為怕頭撞到 對 洗完碗之後 有時候前面會有櫃子 整個腰就不行了 就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姿勢嗎 側面的話 其實這個姿勢也是跟腰椎我們剛剛講的部分 但這個除了腰椎之外 還有連到我們的頸椎 其實我們的脖子是這樣的 我們的脖子如果它往前彎 比如說像我們看手機這樣 它大概支撐的頸椎大概是十公斤左右 可是如果像你洗碗 或是像我們比如說有經常去看牙醫 牙醫師他們經常要低頭 這麼低的話 它這個可能頸椎承受壓力可能會到三十公斤 所以對那個頸椎的骨頭其實是非常大的 所以像洗碗這種比較低比較低的這種姿勢的話 其實對它的傷害其實是更大 那如果洗碗的人都會有遇到這樣的狀況呢 那要怎麼樣改善 會建議大家站著的時候不要駝背 彎腰駝背 剛剛像林醫師說的 我們頸椎就從正面看是直的 但是從側面看沒有一節頸椎是直的 是S型的 頸椎跟腰椎都一樣是往前凸 胸椎間椎是往後凹 它這樣可以幫助我們的S型 幫助我們走路跑步的時候可以吸震 可以幫助我們重心不要位移 所以讓我們的頸椎 頸椎腰椎的壓力不要太大 但是剛剛講駝背 那個原本前凸的弧度就不見了 低頭也是前凸的弧度就不見了 那特別是頸椎 常常大很多人低頭 彎腰洗完也低頭 然後看手機也低頭 看書也低頭 大家可以做一個測試 我們現在做好下巴內收 手放在我們脖子後面的肌肉 感覺一下這個肌肉的張力 好讓我們再來 我們把頭往下彎 再來再按一次後面的肌肉 是不是感覺它變硬了 所以你長時間都在低頭 或者是頭突出來 像這樣打電腦 打字 然後這樣子看電視 很多人頭背 躺在沙發上就這樣看電視 這個頸椎壓力長時間 等於有一個二三十公斤的重量 坐在你的頸椎上 所以很容易長骨刺身經壓迫 還有一個姿勢 女生其實蠻常會犯的 來示範一下 這是什麼樣的動作呢 就是呢揹揹包的時候 我們為了要帥氣 就是要這樣揹啊 時髦 不然咧這樣子帥不帥 比較好看 來兩邊弄起來就感覺比較像 乖學生 對啊 沒有一個叛逆感 時髦沒有 你看好像去上學一樣 我也喜歡剛剛側背 是因為好拿包包啦 好拿東西 也有啦 我覺得這樣子背也不錯啊 時髦 對 時髦 但是背久了 好像我的肩膀 一邊就開始痛 其實因為側背包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你從後面看 它的肩膀是會有 高低不平 高低肩的問題 所以你就容易會有人 整個重心會傾斜 可能就會 進而會有一些 會側彎的一些問題 也會造成一些 肩頸比較痠痛的問題 對 所以時髦還是要付出一點代價 好 那所以其實我們剛剛看到這種 日常的姿勢 有很多的NG 很多的打妹了 那 走路呢 走路總不會走錯了吧 立刻來 你那個走個斜邊 讓大家看一下 感覺人生有點彷徨啊 怎麼這樣子 腿是蠻漂亮的啦 又長 就大概是這樣 又長又細的腿 前凸後翹 但是吐的地方不一樣 欸 它這樣子走路不對嗎 我們正確的走路姿勢 我們一起用心再示範一次 正確的走路姿勢 剛剛看它走路 我們再走過去 第一個它 手擺幅太小了 研究顯示 如果你的手擺幅太小 會增加老年人 還有以及我們 正常一般的這種年輕人 跌倒的機率 所以有時候你跌倒 並不是你的腳不好 手擺幅太小 會影響跌倒機率 對 目前研究統計 已經會大幅增加老人家 跌倒的機會 因為我們手擺幅 是幫助我們身體做平衡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 剛剛又欣走路的時候 我們觀察到 它肚子會突出來 它有點像融摩摩 你走路的時候 有一點摩摩的感覺 你可以在頭是感覺 踩一個高蹺的那個感覺 走路就會慢慢的 你很像古代人 對 我們走路的時候 腰不要過度挺出來 也不要駝背 腰心有點過挺 所以它骨盆前傾滿厲害的 這樣很容易會增加 腰椎的壓力 你的步伐有一點往外跑 你的腳會往外偏 像外巴一樣 外巴 我們正常一般 只有輕微的往外 你的步伐有點兩邊不太平衡 有點像企鵝部 這樣一點點抖抖 屁股會往側邊歪斜 這也是不正確的 正確的走路姿勢 李維示範一下 你要應付比較不準 那我們請這個 骨科醫師會正確的走路 你應該會吧 應該要對吧 壓力有點大 對啊 正確的走路示範一下 我們就身體直立 然後小腹微微的內收 然後再來我們往前走的時候 你就自然放輕鬆 不同手不同腳 這我可以 這我可以 等像這樣子 然後肩膀不要往前租 現在好多年輕人走路都這樣走 走進來 好 他肩膀上 臨時的肩膀就沒有往前 也沒有過度往後 這就是正確的走路姿勢 那如果是高跟鞋呢 要怎麼樣正確的走路 高跟鞋就 高跟鞋建議不要穿三公分以上 不然會增加膝蓋六倍退化壓力 然後你有什麼樣的知識問題嗎 像我喜歡那個釣魚 我之前有在那個 我們森林的寶島魚很大 有跟文誠哥出過外景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去出外景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釣出興趣了 然後有一天晚上呢 我就去夜釣 那時候新手運太好了 一個晚上釣五十幾條的白帶魚 好厲害喔 我告訴你 羊肝的感覺就是好 一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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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跟你一起去 真的 羊到最後我回家之後呢 那天晚上真的不用睡了 因為我整個這邊的肌肉 人家剃腿 我剃手了 過勞了 整個熱呼呼 然後發炎 我趕快拿那個什麼像雞肋來噴 然後還有那個消炎的貼布再貼 最後不行 我還吃了一顆止痛藥 還是壓不下來 然後最慘整個晚上 翻來翻去無法睡覺 我吃到什麼樣的藥你知道嗎 以前我骨頭有開到過 那醫生就會開給我們那種 加強止痛劑 我就是吃到那種強效的止痛藥 然後才有辦法 整個是OK的狀態 不然他晚上是沒有辦法過關了 整個是睡不著 就確診的網球走 阿黃師給他診斷一下 他這些他說站的也不對 坐著也不對 釣魚那個什麼都不對 他好像什麼姿勢都不對 沒有啦他剛才講的這個過程 我有注意到 其實他是從來沒有習慣性的 在做這些動作 忽然間是興趣來過度了 所以是跟肌肉有關嗎 一定有關 就是姿勢造成了什麼 訓練重量的時候就是慢慢加磅數 你沒有到那個極限 你不可能拉到多少的磅數 所以他一開始就說 一次中五十歲要怕死人 我們正常人十尾二十尾 隔天就受不了五十尾 因為他當下已經興奮過度了 忘記這裡的動作 其實受傷一般來講 第一個是常見我們講的姿勢不良 再來就是過度使用 像剛剛 又欣這個就是很典型的過度使用 過度 我們的網球走其實就是說 我們手臂的這條肌肉 是從我們這個地方往前到這裡 所以他為什麼叫網球走 不是說打網球人才會得 因為打網球你經常要去做 反手拍 反手拍這個動作 所以跟你釣魚這個是一樣的動作 所以你經常說完要往上翹的時候 就會去拉扯到這裡 那你過度使用之後 他就會發炎 這就是我們講的網球走這樣 剛剛有講到啦 我們說這個姿勢不良 有可能造成什麼手麻啦 哪邊的這個關節鬆脫啦 然後骨刺啦 好這些有沒有什麼 好發的人族群呢 還是說怎麼樣的姿勢呢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常見的很多好發族群 就是第一個上班族 像剛剛大家講低頭滑手機 或者是過度使用電腦 就很容易會有脖子腰痛的問題 那這樣的病人一般 大概都是在中年人 因為長期過度 維持一個姿勢太久 很常就會有肩頸痠痛啊 腰背僵硬的問題 其實生活上 其實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我用最簡單的解釋 只要你在打電腦的時候 只要專注 這個跟個性有關係 痠痛跟個性一定有關係 百分之百 你只要 都認真的人就比較容易穿透 你只要專注 你會發現 你的腳趾頭會抓緊 肩膀會聳起來 這個叫 無自主聳肩症 在西醫上 目前是沒有這個症狀 也沒有這個名稱 是我之前 以前我有寫一個文章 叫無自主聳肩症 你自創的啦 無自主 你就電腦打了 自己 我怎麼在聳肩了 然後再放鬆 然後又鎖起來了 一定非常很多人有這個問題 就專注了 就集中了 身體就會緊繃 像攝影大哥 他們都有可能 他們一直這樣專注 他有可能一下子就聳肩起來 我們就要看看他有沒有聳肩 來看他有沒有專注 對 只是這個沒有要 只有因為工作認真專注的人 才會有這些症狀 可是久了之後 就會造成手臂會麻 牢神經會壓迫 一定會去找補科醫師 找附近的人 找他們做 像那個上班族啊 常常用滑鼠 這個也會有問題嗎 我那也是很多 我分享一個案例 18歲的大學生 他上個禮拜來說 他的手麻 已經麻了一個多月 晚上都不能睡覺了 麻到早上起來的時候 拿東西都會掉 沒辦法刷牙 他後來只能用另外一隻手 電動牙刷 那他的手 常常麻到整條喔 整條然後都很緊 半夜也會麻醒 那他就說因為他 整個暑假都在做報告 每天用四五個小時的電腦 然後滑手機查資料 導致他的手腕神經壓迫 其實晚睡到症候群 晚睡到症候群 這個是因為手部過度使用 筋膜沾黏 而壓迫到我們的神經 導致我們神經麻痺 會造成無力 這個很多都應該發生在家庭主婦 或者是勞動工作者 但是現在 越來越多大學生 年輕人都會有 萬歲到症候群 就是滑鼠手 或者是過度使用電腦 然後沒有注意姿勢 平常都沒時間拉筋的人 所以現在滑鼠很多都會設計那個 有一個軟墊 讓你靠著 這是避免說 你一直壓迫在你的手掌這個地方 讓他不要一直壓迫到你的那個神經 我都覺得很定的耶 打字也要注意喔 打字也要注意手腕不要懸空 很多人打字都是這樣打的 對啊 很多人就是有注意到自己有這個姿勢上的問題 他甚至就是身上也都已經痛起來了嘛 我們說有五成的人 這個身體肩頸痠痛 都一定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很多人呢 就覺得 我去找國術館 請問一下 找國術館好不OK啊 有沒有怎麼樣 找復健科不一樣的地方嗎 龐斯啊 技術上的問題 有的人是 離在家裡附近 剛好朋友介紹一個 很多的做 枕椎的做國術館 都是一個 乙兒傳兒 欸 那個不錯喔 我給你介紹喔 去紅腿這樣 對 這種就 口碑行銷 對 口碑行銷 我當初也是這樣 口碑行銷 有用嘛 因為很多人覺得說 我去國術館就是這樣 咬咬咬咬 兩下 感覺就很快就好了 可是感覺要去這個復健科 就要花好多的時間 也不一定 復健科有它一定的程序 那骨科醫生會怎麼看 其實對像阿龐斯講的 就是去國術館其實在門診非常常遇到 但是通常我都會跟患者說 其實這是台灣目前的法令 我覺得需要在更改善的地方 就是 第一個就是我們台灣目前沒有一些 整擠師相關的執照 大家都很常會去看到 有一些YouTuber會去給人家整擠 把他那個擠椎那 啪啪啪啪啪啪啪 但其實在台灣 目前是沒有相關的執照 阿龐斯很厲害找阿龐斯這種狗背好 但是有些就是變成你不知道你去按 你是給阿龐斯按到還是 或者是給一些外面你不認識的人按到 那個有時候技術水平就落差很大 所以就是一個我覺得比較沒有保障的地方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在整間不會特別就是說 你就是去整擠 我就是整骨達人之一 因為我現在用了三位整骨師 三位 為什麼你是產後要炒骨盆還是怎樣 就是因為我一開始呢 就是身體整個就是痠痛到一個不行 然後我就先從美容師開始 我們都知道按摩可能油壓開始推 筋絡等等 到後面呢 進而到那個針灸的部分 然後後來我就在家裡泡熱水澡 然後軟化等等 都沒有用的情況之下 後來我就去那個中醫 看中醫的時候就順便呢 樓上有那個整骨師 我就整 但是我的每個整骨師都告訴我說 你這個富貴包啦 烏龜井啦 有氣節啦 三個講的全部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我三個都去用 所以我一個禮拜至少整骨三次 那所以我的脖子呢 常常就會 然後整個背的脊椎啊 就是刷一排 這樣子 我就想 如果我每天整幾的話 會不會我就很快就回來 我原本的脊椎正確的位置 阿薇 我想問一下 阿薇 妳給她解釋一下 給她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國術館 常常他們是一個老師傅 然後傳很多弟子 那其實中間的理論 是靠個人理解的 所以有可能每一個人 做法都不一樣 他們甚至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整個邏輯或許並沒有一整套系統 那當然會有可能這個人 今天告訴你說 你脖子痛有的人告訴你 今天是長短腳 明天告訴你是 骨盆歪斜 有的人說你脊椎不正 都有可能 我們聽過各式各樣的 有時候想 這心靈在那裡想喔 差那麼遠 而且我照一次光也沒有啊 那這不好意思回答 所以其實轉脖子 這個是很危險的動作 我已經有 我們幾乎每一兩個月 都會看到病人 脖子原本只是酸痛去蒸骨 來的時候已經脖子不能轉了 嚴重的 我之前遇過兩年前 遇過一個女生24歲 她去轉完脖子之後 原本就只是酸痛而已喔 簡單的落枕 但是她到現在 她轉完當天 就下半身癱瘓不能動 大小便便濕境 然後到現在還是做了 所以那個醫療就問很多 你問你意思 他們都會遇到這些 而且很多老人家喔 這邊的血管是很脆弱的 你一轉動脈破裂裡面的血栓 跑上去就中風 甚至會骨折 我們太常遇到太多韌帶撕裂的問題 上個月才遇到一個患者 也是她說她手肘已經通二十幾年 不能轉 然後不能轉 她說她二十幾年前七歲的時候 上臂骨折 阿嬤帶她去國術館 想要把她骨頭接回去 那接不回去 那個師父就拿大石頭用力槌 用大石頭槌 槌到骨頭軟軟的 可以把她接回去 那 不是她骨頭都已經被砸爛了吧 所以才會軟軟的吧 現在的時代不可能這樣 是 以前這時代有可 二十幾年前 可憐的啦 原本骨折美好 因為她手肘後來也角度都受限 那我也有遇過一個案例 是這個就像是現在我要 人家要長高 然後就先把那個腳骨打斷 然後讓它接長 是一樣的意思了 那也有五十肩 五十肩去國術館 然後他們就說一定要打 這個比較常聽到 打到瘀青 打到瘀血 但是有些病人就會造成 大血管破裂 那我們就遇過一個 大血管破裂到當天晚上 整個血 血淹到神經 然後造成神經部分壞死 所以這些要小心 那這個問題 你剛剛講 優欣姐講到 我們最主要還是要訓練我們的肌肉 把關節調回來沒有錯 你可以先找物理治療師 找復健師 他把你的脊椎推回來以後 你再找專業的教練 把你的肌肉訓練回正 才能夠穩定你的脊椎 不然你調回來了 原本很歪 調回來之後走出去 還是繼續歪 所以做個家事又駝背又歪掉了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的肌肉 變得很穩定 對 我覺得比如說 我沒有說去整腹不好 比如說你一些是一些慢性的一些 你要去給人家推拿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如果有些你要真的要整 或者是要去喬的 你可能來醫院至少拍個簡單的S光片 看一下確定說你的骨頭 比如說你的骨頭不是說有一些錯位 或是骨頭有癌症 或是一些其他的問題 確定是安全的 你想要去一些推拿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整體這個東西在台灣 目前真的是 就是相對來講是比較沒有法令保障 就是如果你今天整出事了 有時候你有可能會求助無門 那要自己怎麼舒緩呢 我們今天來教大家 就是說你可以在家裡 靠毛巾一條就可以舒緩嗎 簡單的可以 對 假設我們常見我們講的 剛剛比如說你在辦公室辦公 你今天覺得你有肩頸痠痛的話 你可以放一條毛巾在你的脖子的後面 然後有點像是把它往下拉 然後把你的脖子給它往上提 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做一個 拉伸脖子的一個作用 有點像這樣往上提 那切記不要讓你的脖子過分的厚仰 這樣是錯誤的 你應該是說把它抵在你的 對 剛剛我們講你這個富貴包的這個地方 把它抵著 然後輕輕的給它往上 去舒緩你這個肩頸的肌肉 往上不是往後 對 往上 往上一點點的角度而已 一點點往後耶 不是這樣整個往後 因為往後反而會去 有壓迫到就好了 感覺把它壓在你 壓起來舒服的感覺這樣 把它往上的這樣往後 一點點把它做一些舒緩 那如果是一些像是 午時間的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 就像我們小時候做那個搓背一樣 你可以把它放到後面去 假設這隻是活動裡比較有困難的手 這隻是比較好的手 你可以把它 借力實力 對 用好的手 把它慢慢的給它往上抬 好的手去提 壞的手 壞的手在下面 然後好的手去提它 或是家裡有門拔的地方 把毛巾壓在門拔也可以拉 每個角度都要練習 比如說我是問錯了 要撿在這裡 他人站起來 來 他手就可以拿了 因為午時間其實這個角度也會卡住 所以這個也要拉 他只要輕輕拉起來就可以的 或者是再低一點 這樣子拉也可以 就是你把這個毛巾壓在門拔上面 這個也可以拉 午時間的靠毛巾這樣子弄 很好用 還有什麼 我們可以日常 有些哪裡痛哪裡痛舒服的樣子 如果像是腰痠背痛的話 我們也很常建議是做一些 像是喬式運動 喬式運動就是說 比如說你人平躺在地上 我躺就好了 喬式我也會 真的嗎 我要去示範 比如說你人躺在地上 然後你把它 這樣子翹起來 這樣子去練這個 這個是平的 這是一個90度嗎 還是說這個角度沒有差 角度倒沒有特別限制 但是就是說 但是腰要是平的就是 對 讓它把它挺起來 它可以改善它那個 骨盆的一些血液的循環 也可以讓你的腰 像我們剛剛講的 比較不會有一些 往前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一開始講的那個 脊椎往前凸的這個問題 像剛剛林師提到的 除了脖子放鬆 腰放鬆 肩膀放鬆 我教大家兩個動作 怎麼做腰放鬆 因為很多病人說 我就是沒時間在瑜伽墊上 對啊 我整天都坐在辦公室怎麼放鬆 對 我們可以在辦公室 坐著就可以放鬆 坐著就可以放鬆 我們在放鬆的狀態 是要把肌肉反向伸展 反向拉伸 所以我們常常都是駝背 那我們要反向伸展 我們先把它拉長 第一個動作 我們兩隻手往前 兩隻手互扣 手手打直 然後這時候 一開始腰是挺的 好吸氣的時候 慢慢往下撐 腰慢慢往後 然後身體要用手的力量 把身體往前帶 要拱背 對拱背 有點像是貓牛式 只是我們是坐著的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慢慢的深呼吸 我們做三個深呼吸 再慢慢往上拉 手兩隻手往上反 姐 腰要挺起來嗎 對 腰就直立就好了 骨盆回正 然後 反向往上 腰會痛喔 肩膀 肩膀痛 這裡就不行了 你的脖子也卡住了 這裡不行了 脖子要再往後一點點 下巴內收 對 我們手再往上反 然後再來我們也可以做側轉 這個動作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滿難的耶 再來往側邊 另外一邊 然後如果我們 一般五時間的人沒有辦法 而且其實我光是 我們光是這樣其實就滿痠痛 很舒服 像我們 這個動作很舒服 到小孩啊 那個肩膀手臂都很痛 很像身來搖 我現在就覺得滿痛的耶 然後還有 如果你有頸椎痛的人 我們也要增加旋轉胸椎 往側邊轉 因為胸椎的卡住 跟頸椎退化有關係 熱起來了 身體熱起來了 胸椎卡住常常會增加 頸椎骨刺的比例 手麻了 平常肩頸真的太僵硬了 阿龐是還有什麼密招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人體的結構 跟我們一般人在想的 你們想的跟我想的 會可能不一樣 可是我會一講的 你們可能就有點 概念了 概念了 我們人體怎麼動 永遠是三角形 你相信嗎 什麼意思 我們人體的結構跟痠痛 跟三角形結構 你怎麼彎怎麼動 永遠都是三角形 是平衡的 對 你只要站起來 你怎麼插腰 是不是三角形 你手放到這裡 你只要彎起來疼痛的點 任何每個關節疼痛的點 都是永遠是三角形 不能 你怎麼彎都是三角形 這樣子是三角形嗎 沒有 你插腰啊 一般的生活動作 你只彎起來彎下去 這樣子彎也是三角形 可是每個三角形的點 都是疼痛點 就是每個人長長的疼痛點 所以疼痛點 手腕疼痛 剛才差不多說 手腕疼痛 或是手會馬 是不是疼痛點 可是你這樣彎起來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個三角形架構 可是你一不要看 一是疼痛點不要看 去看二跟三 從這裡放鬆的時候 一就自然會好 這個是有連結的 所以不是哪邊痛一哪邊 不是 你腰痛的時候 可是要怎麼連結 你彎起來的時候 這樣子是不是三角形 這就是一 一 一 二 三 從這裡膝蓋先看 再看肩膀 把它放鬆 好妙喔 它就是固定力學 是現在講的很新的 筋膜理論 筋膜理論是一整條力線 然後整條力線是平衡 可是我們正常不會去想到 人體的結構是三角形 我們在學疼痛醫學 有一句話就是 疼痛常常不是疼痛那裡的問題 對 所以這個我們剛剛都是在教大家 如果你還能夠動 還可以自救的這個舒緩方法 那如果我都已經痛到動不了了 那那個舒緩方法是什麼 一般來講 如果我們假設像我們剛剛講 你可以五十肩 像我們剛剛舉例五十肩 你可以自己拉的話 那當然可以 但是有些是已經 哇我已經抬不起來 都沒有角度了 對那有可能 連插藥都不行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來醫院 做一下影像學的檢查 看是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是不是單純的五十肩而已 如果單純五十肩 那我們就繼續照五十肩的方式來治療 如果有其他問題 比如說是有一些鈣化 或是肌腱的破損 那當然就是朝這個方向去 有的骨髓癌症 在關節非常多 也會把它物診當作五十肩在看 所以如果想 真的好還是做詳細的檢查 對一定要做降低的檢查 而且可能搭配一些藥物 我知道大家其實都不喜歡吃藥 包括我們自己 有時候你說感冒要開三天 你真的會吃到三天嗎 好像不會 所以我知道藥物 才三天你都吃不完 你真的是也很不愛吃藥 所以有的時候 但是有時候消炎藥 還是有它的功用在 如果它已經到 你已經動不了了 那這時候適當的藥物 反而讓你能夠早一點回到 舒緩了 正常的活動 那我覺得這個藥物是必須的 有時候急性疼痛 造成我們頭不能轉 那是因為不只是椎間盤已經突出了 或像脖子 或者是骨刺在壓迫 但是這時候神經也是重大的 我們要先讓藥物把神經消炎 壓下來 或者是裡面已經發炎到有積水了 我們趕快讓這個水壓下來 讓肩膀開始負能 那如果說真的已經不能做伸展了 我們也可以用貼布用藥膏 還有很重要的是熱膚 可是熱膚很重要 我們一般都 因為我每天我的工作就是用熱膚 我每天都是要接收這個熱毛巾 可是毛巾的折法很重要 如果你是一般 毛巾拿來 拗拗的 拿去熱毛巾 拿去電鍋下去蒸 可是 可是 你隨便拗 不一定會 保溫效果就有差了 如果你會拗的話 把它往內拗再對折 這樣的毛巾 沾濕下去的時候 它的保溫會在裡面 可是如果你隨便這樣子拗 這樣毛巾是不會保溫 往內拗 對 一定要往內內包 包起來 所以你去往後腳底有 你看 或是去按摩店 他們的 或是放鬆的 它的毛巾一定會這樣折這樣子 所以我這個毛巾這樣子折了之後 一定要折內 我給它弄濕 然後丟進油放半鍋水 一杯水的電鍋 一杯水的電鍋 可是你一次可以準備三條 吹多久 十分鐘 十分鐘 電鍋下去 不用等它跳 只要你發現 咕咕咕咕咕 就可以了 有滾就好了 對 滾就好了 效果很好 可是你在弄熱毛巾的時候 不要直接這樣子 你可以用那條毛巾這些 你可以用另外一條乾毛巾 怕會燙傷 會燙到 你再把它從這樣子 來 對 很多病人來都是整片紅燙傷 真的很多病人不知道怎麼再加熱 對 可是你再用這樣乾毛巾再包起來 這個都平均可以到十到十分鐘 十到十五分鐘 效果很好 也保熱效果 剛剛保溫帶 有人會用水龜帶有沒有 或是那個 對啊 就拿它去微波 或是那個打籃球的人 或用冰敷帶 用上面一個蓋子 那個也是保溫 可是那個效果不會比這個毛巾好 其實我們很常聽到熱膚 那熱膚是真的很重要嗎 為什麼那麼重要 熱膚唯一的缺點就是不能 處理在淋巴的地方 硬面 陽面OK 這裡腋下都不行 觸感不一樣 其實熱膚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促進它局部的血液循環 對 讓它把一些發炎的物質把它帶走 所以就是熱膚為什麼我們講說 它是一個很重要 對一些慢性痠痛來講 它是一個很常可以在家裡就可以做 你也不用花什麼錢 就像阿龐斯講 你可以用熱水沖 像我們有時候如果你在家裡 蓮蓬頭 用蓮蓬頭沖 像洗SPA一樣 或者是說用毛巾熱膚 都是可以在家自己做的 其實熱膚聽起來 對於我們這種有慢性痛的人 比較需要學習 比較重要 對 尤其是 除非是即興跌倒 但那另外一回事 尤其是對我這種 有媽媽手網球肘的人來講 我更需要熱膚 但是問題是 就是剛剛聽完阿龐斯講的 要怎麼折 真的是第一次學到的吧 對 字母也是第一次學到 沒有聽過 妳可以這樣這樣試試看 不會 或者是像我這麼懶的人 如果要像這樣子一直換熱毛巾 對我來講 還要去吹 真的是很夯 吹裡面要放水喔 對 後來我就一直尋求一些解方 然後我後來總算在網路上 看到超夯的 就是這一個 按摩霜 那我在用它的時候呢 通常我都是在這樣子 先搖一搖之後 它是怎樣 擦了就是熱膚喔 像我有時候 就是手腕的地方 會有點這個 不舒服對不對 你看喔 它是乳白色的 它再擠出來之後呢 我就開始這樣子 慢慢的這樣子推喔 畫圓的方式這樣子推 那像我開始在用這個 按摩霜的時候呢 我給淋雨也用一下好了 好不好 來 然後你用畫圓的方式 像我剛剛這樣子的方式 欸這個還蠻 沒有我想像中的黏耶 因為以前就是我們用過這種 運動的藥膏 都非常難推 對 沒錯 很黏耶 但是這個不會 這個有點水水 有點像普通的乳液 對 沒錯 而且像這樣子的 畫圓薄薄的 畫圓的方式 然後你一開始呢 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有一種涼感 涼涼的 那就很像剛剛的醫師群說的 就是呢 一開始先冰鎮嘛 因為你發圓 燒烤烤的 發炎的先把它鎮靜下來 接下來你待會就會感受到 慢慢的就會很熱 因為我在用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說 哇 而且跟大家講一下 它是不含西藥 不含消炎藥 而且不含類固醇 它醇天然分子小 它透皮吸收能力很好 很像我們就是平常在保養的 那個乳液的感覺 對啊 而且也不會有那種 辣辣很臭的感覺 還蠻 我個人覺得蠻溫和的 因為有一些 我們磨起來 手會辣辣的 沒錯 那個就會很討厭 現在有沒有開始覺得熱熱了 因為它開始幫你血液 做一個循環 因為平常有時候 我就是會有 媽媽手的那種 鏡頭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可以 不用再去拿毛巾熱敷 或者說天啊 帶小孩已經有夠忙了 我還要去烙水烙熟水 泡在裡面 泡在裡面沒多久 通常小孩就開始哭了 所以這時候這個東西 這個按摩霜對我來講 是非常快速 就是不用熱敷 直接它就熟呼呼 讓你全身就是開始哪邊痠啊 你就磨哪裡 就非常的OK 另外呢 它其實它還有個專利 它的名字呢 叫二型膠原生態 這是它才有 而且它是非常高濃度的 所以呢 它對於保護我們的這個 軟骨組織啊 然後還有我們的手的關節 在動的時候 活動力跟柔軟度 它就是非常的有幫助 然後甚至像 我有時候會有 剛剛舉那個動作的時候 就有五十肩嘛對不對 然後像我的這些 抹的地方呢 就會有滋潤的效果 因為會卡卡的啊 對啊 就是有時候我滑手機的時候 帶小孩的時候 就是興趣滑手機 手指頭關節啊 就感覺有那個板機質啊 它就會讓我擺卡卡的地方 全部都通了 那種感覺 然後甚至像髖關節的地方 來 像凌允 你可以來摸一下我的這邊 喔 有浮力 哎呦 髖關節 好 浮好了喔 然後妳有沒有發現 哎呀 妳有那個分開卡卡的 而且有這個 喔 還不是一彈而已 有沒有彈 有沒有 妳這個已經很嚴重了吧 超級嚴重 這個要去找他平時了 這個很嚴重了 鼓鼓關節震帶的鬆動 哇 好可怕喔 像這樣子就看得很明顯對不對 其實手摸的那個感受很明顯 所以妳就會擦這個 對 所以我就會幾乎是 就是每天在使用這個按摩霜 因為我就覺得說 每次我可能在洗碗的時候 或是我在彎腰拖地的時候呢 我的這一個腰部的臀部 這一個地方區塊 全部都會很痠痛 然後痠到就是 我用手這樣子一直去捶 我都覺得說 怎麼還是沒有辦法舒緩 我就只要用這個按摩霜之後呢 它一開始先幫我感覺有那個鎮定 冰冰涼涼的感覺很舒服 接下來呢就熱呼呼的 就整個好像是血液做了一個循環 我這邊整個就會舒緩開來 所以每天擦 每天擦 天天擦 天天擦 家裡一定要被很多罐大罐的 小罐的拿出去 運動的時候 旅行的時候 不對的 對 因為我剛剛其實抹上去的時候 我還在有點懷疑 想說真的會發熱嘛 因為一開始真的是涼涼的 然後很像很普通的乳液 結果現在竟然就是大概 我們大概三到五分鐘吧 竟然就立刻熱起來 而且還持續滿久 已經熱了大概十分鐘了 對 沒錯 而且我真的喔 本人喔 不喜歡吃藥 也不喜歡用有藥的 可是妳是醫師娘耶 我 是醫師娘 所以就是更不喜歡吃藥啊 就是常常看老公 這個醫院的一些病人啊 每天都是藥罐子 那像我剛剛說 我之前只要痠痛的話 或是替手替腿 我就會吃藥 但是我一直就會很擔心 但自從我呢 我用了這個按摩霜之後 我知道它呢 就是不含吸藥 不含止痛藥 也不含肋固醇 它是純天然 分子小 然後透皮吸收能力又很好之後呢 這個就是我現在的最愛了 喔 剛剛我們就有強調啦 一直在強調 然後又欣一直強調說 不要含肋固醇 其實很多人很怕 聽到肋固醇就會覺得說 啊 怕說會上癮啊 還是說會對人體說 有什麼樣的不好的壞處啦 到底怎麼樣呢 骨科醫師怎麼看肋固醇 其實肋固醇喔 大家知道它在民國 不是民國啦 1950年它就已經問世了 這個藥其實它已經使用了 大概已經六七十年 那這個藥 為什麼能夠使用六七十年 代表說它有一定的功效在 其實在臨床上它是一個非常常用 也非常好用的一個消炎的藥物 那但是問題是說 它不能夠太頻繁的使用 所以假設說大家有去打針 比如說打類固醇 大家就很常聽到 有些人聽到就會很害怕 但是其實你偶爾去打是沒有關係的 一般來講我們是希望是 同一個部位也不要打超過三次 一年 一年 那每一次間隔 最好是希望能夠間隔一個月 這樣子的話 比較不會造成一些韌帶的損傷 對 因為打多了它有可能會讓韌帶 容易會有斷裂跟破裂的問題 對 那我們在修復這個身體的疼痛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疼痛跟姿勢有關 我們要矯正姿勢以外 但是疼痛也跟我們的營養 睡眠 情緒 壓力 這幾點都會很大的相關性 這是重點 對 那不能有壓力啦 這是重點 就像剛剛阿黃是講的過度專注 對 就有壓力了 目前研究有發現 維他命D還有微量元素或鎂離子 這幾年很多的研究在做這個部分 已經跟慢性疼痛有關了 所以如果你的疼痛沒有好 怎麼復健沒有好 都不好 或者姿勢調整了也不好 那我們要去看其他的問題 你說吃維他命D 對 維他命D3 D3 D3的劑量 那要抓得嘟嘟好 不能過頭 建議一天就是800IU 不然要去曬太陽 慢性的發炎 對 如果慢性疼痛的 會建議一天要1200IU以上 好啦 今天教大家很多這種 酸痛的急救方法 就是說我們有慢性的疼痛 好 那我們要如何自己來舒緩 那有一些日常的錯誤知識不良 這個一定要改善 我們連走路都教你怎麼正確走了 麻煩大家一定要學起來 所以呢今天呢 我們要告訴大家提醒的 健康診療關鍵數字是15 為什麼 一般來講我們都是建議說 一個良好的習慣可以改善一些病人一些 或是一些患者一些平常的問題 我們都說有好的習慣跟壞的習慣 那壞的習慣有可能會造成一些日常的生活的 知識不良或是一些知識疼痛 那我們要的就是說我們要把壞的習慣改掉 我們要建立良好的習慣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節目講的 比如說你今天經常需要久坐 你需要幹嘛 你可能可以稍微起來活動一下 活動個5到10分鐘 工作的空檔的時候 那再來是說建立良好的運動習慣 你良好的運動習慣 你有一些肌肉的一些張力 它肌肉比較有彈性 它也比較容易就是不容易會有這些痠痛的問題 那期許大家能夠改掉壞的習慣 建立好的習慣 讓我們遠離這些痠痛 欸 知識正確 你的病大概就好了9成以上啦 所以呢今天我們這一集告訴大家 如果你常常哪裡痠哪裡痛 啊手壓不起來啊 還是說啊這個睡覺啊怎麼樣睡都睡不安穩 大概呢你可能就是日常的知識出了問題喔 所以呢來檢視一下你有沒有今天幾招 我們說NG知識你有中招了 麻煩你趕快給它改掉 正確的知識給它學起來 學起來之後呢我們這些專家講說 九成的疼痛你可以自然好啦 所以一定要試試看喔 省錢靠自己改善一下知識 就可以不用去看醫生 但很嚴重還是要去看醫生啦 要評督一下 那恭喜大家我們今天見 本節目由金科生物面膜冠名贊助播出